今天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前两年咱们说过的一个新闻 荷兰出了活雷锋 这是咱们张公六犬祖师 那个肉身佛 荷兰的私人藏家 说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建筑师 人家当年也是花钱买回来的 人家现在表态了 说是啊 这个只要能够真的证明这个肉身佛 这个张公六犬祖师像 真的是福建那个村里啊 那个阳村村里 当年被盗被偷走的那一尊 人家愿意归还 而且人家还说了 说这个特别啊 让媒体讲一定要保密我个人的身份 哎 这也算做好事不留名吗 不是 他说呀 你们可千万别把我的身份报道出去 因为我怕生气的中国人会出现在我家门口 所以这个我看中国网友啊 中国网友新特软 这有的网友一看 人家荷兰那活雷锋表态了 你看咱这网友的一评论就还挺逗的 说这个瞧瞧人家这觉悟多么痛的领悟啊 还有一个网友说了 说好了 这回这村又可以建庙收门票了 其实我注意的是另一件事 我身边有很多有知识的朋友 他们经常给我教一些正确的看法 可是他们说的正确的看法呢 总是跟我看到的事实不一样 你看比如说他们说这个看女的啊 不要看容貌啊 不要把女人当个这个东西看 可是我觉得他们说的对 可是我眼跟前天天见到的事实 女的就是要看貌啊 郎才女貌 这也许是不是不高尚的 可是这确实不能否认的呀 郎才才才才华人才钱才女貌 你看我们周围 谁不看女人的貌 你比如说 这一八万多根帖的一个新闻 又出这个事了 现在这女的呀 可他太喜欢这个批图了 结果呢 一个打工仔 约了一个打工妹 俩人在网聊 就看照片吧 还看那小模仁清秀啊 结果一见面 就打工仔急了 说哎 长得怎么这个模样 乡下妹 你看这又充满了歧视 哎 这按照就是说 我那些有知识的朋友来说 说乡下妹怎么了 你怎么能说这种政治不正确 道德不正确的话呢 可是你看这就是我们眼跟前天天见到的事情 哎说你我看着你像个好看的女神样 怎么你真人像个乡下妹 给了一巴掌 结果这女的报警了 这女孩报警了 你不要说这个女孩 你说这男的就没出息到什么样 这我还看见什么 在一个网吧 俩男的看见一美女 在那玩电脑 美女旁边的座位是空的 这俩男的就要争不是争美女 争美女旁边这个座打起来 开始俩人打最后都叫人 酿成群殴 你看 这个别看这个事情小啊 可是千古一律 为什么说千古一律啊 这古希腊最有名的特洛伊战争 特洛伊木马 本质上跟网吧里打架 这两伙人没什么两样 不都是为了海伦吗 为了这个美女吗 抢这个美女 就男人们都这么打 所以我就说 我们眼里看到的女人 不要说年轻漂亮的姑娘要看帽 你还连年老的女性也看帽 你知道这个老人家现在相亲吗 前两天我还看见一个事 就是说一个62岁的老头 不能叫老头了 这个老大叔 他呢在网上也是择偶啊 在网聊跟一个50多岁的 这么一位这么一位阿姨吧 俩人就聊上了 聊得还挺好 老头在网聊还跟这阿姨说 说我呀特别重视身材 说你身材怎么样 阿姨很有自信呢 阿姨曾给发张照片 老头说呢 不是说我多么好色 我呀喜欢跳那个广场交际舞 我要找个老伴 他身材好 我带出去到广场上 背有面 老太太说你算找的 不叫老太太啊 50多岁阿姨就说 你算找的人了 我呀哪都这个 就是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身材好 行 俩人就约来见面 这个50几岁的这位阿姨呀就来到了这个62岁的这个老大叔的家里 好 俩人这个开始还谈的挺和谐 谈的挺愉快 后来呢这个老大叔呢 我老大叔也比较实在 说说说看看吧看看吧 说到底身材到底怎么样 哎 阿姨呢还真是不太拘束啊 阿姨就就因为他很辈自信呢 阿姨就说我这身材还怕看吗 从家就脱 当然我不一定是全裸了就不可能把这外衣看哎 这个这位老大叔呢 看了一阵 嗯 不行啊 这62岁的老大叔真不给人面子 说不行 说你说你身材不好 说说说说我不要了 哎呦 这下这阿姨可恼了 这阿姨说有你这么蒙人的吗 事先照片给你看过了啊 现在的脱衣服给你看过了 你这我倒公交车一路来的啊 折腾好几个小时才到你们家 你这见面给你看也看了 老头说 我看了怎么了 我看了我什么都没干呢 老大叔说不行 给100块钱 我这个转倒几趟公交车来的啊 老头说我凭什么给钱啊 我我我我我就是看看啊 所以显然这位这个老大叔啊 他这个肯定人也是比较淳朴的 肯定没有涉足过这个不健康的行业 对吧 他不知道有的时候这个你看看 难道不给钱吗 当然咱们不能把这个话用在人家 这对老人家身上 哎他们也都是很很很很纯洁的嘛 对吧 因为他确实是想找个身材好的 但是这个这个老大叔太挑剔了 结果后来好报警了 招来这个派出所的派出所的 两人在派出所还吵架呢 这个62岁这个就是想不通 说我什么都没干 为什么要给钱 最后这个在派出所民警的这个批评和教育之下 还是答应给钱了 说给了阿姨呢5块钱 我说哎 我作为这个小辈啊 我觉得这老大叔你也太抠了点啊 人家阿姨怎么着都为你表演了一通 你你这个人家大老远的来看你你这个5块钱把人打发了 真是伤透了阿姨的心啊 阿姨这个身材还那么好 算是被你给这个给被被被你给给给给狠狠打击了一把 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不是在说个笑话 我想说出我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最佩服的啊 李银河原来的老公王小波 他提出一个词啊叫沉默的大多数 这个词啊特别重要 就是比方说我们做节目啊 我们要不要听观众的意见 要听观众的意见 但是呢在这个同时我们又必须考虑到 真正给你说话的这些提意见的这些观众 他们也许只是观众当中的少数 还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啊 他们是从来不发表什么意见的 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我再把他的话再发展一步 我说啊不光有沉默的多数 还有一种叫沉默的事实 我这话什么意思呢 你看啊 有一种事实被凸显 比方说我要说是这个找小三包儿奶 你看所有的人都会讲那就是贤贫爱富 那就是肯定是这个包养关系 可是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一厢情愿的以为一种事情 真的这个社科工作者的调查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呢 真正的经济地位啊 这个相差很大或者存在这种经济上的供养关系的 在整个第三者的这种情况当中啊 才占百分之几 它是少数 大部分的这种所谓的小三啊 第三者啊 实际上还是门当户对的 也就是区别大概就是挣一个月挣五千块钱的和一个月挣六千块钱的 这么一个区别 那么你听了这个事你觉得很不相信 你说那为什么图什么呢 哎事实如此这就是沉默的事实 还有一个沉默的事实 就是比方说我们要说这个未婚同居 你觉得不好吧 有些人觉得不好 但是今天年轻人觉得这没什么 甚至社会上把它当成一种比较前卫的 比较解放的 属于年轻人的这么一种生活方式 多元化的生活方式 那甚至说有些老人家可能觉得哎 这还是这个不符合传统的 可是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沉默的你想不到的事实 相当一部分未婚同居的情况 是五六十岁往上的老年人 很多老年人因为他们相亲吧 但是他们就发现房子遗产子女这些事 使得他们呢一想起结婚就忒麻烦了 但是老人呢这个单就是就是丧偶的老人呢 这个空巢的老人呢 他精神上太孤单了 他需要一个老伴 可是结婚这么样的麻烦 于是他们就选择了未婚同居 所以我们不要只看到那些个发光的 发言的事实 我们还得多注意那些沉默的事实 他能告诉咱们更多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